迈克是英国人 两年前,公司派迈克来中国工作,学习中文 刚来中国的时候,他对天气和饭菜都不习惯 汉语也说得不好,也没什么朋友,特别想家 但是现在,他很习惯中国的生活 他认识了一些朋友,汉语也说得很流利 迈克是一名外贸员,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 他的工作时间是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 有时候周末加班 他总是很忙 迈克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 他可以很快完成每项工作 还经常帮助同事 大家都觉得他很厉害 周末的时候,他起得比平时晚得多 一般会睡到中午十二点 迈克喜欢文艺 除了唱歌,他还喜欢画画和书法 有时候,他会去听音乐会 他觉得有时间应该多听听音乐 因为音乐可以给他带来快乐 迈克很久 父母和朋友都很想念他 他平时很少给家里写信 也不常打电话 他喜欢用电子邮件和家人联系 或者和他们视频聊天 最近他和公司请了三周的假 打算下个月回国 出发的前一天 朋友们请他吃火锅 迈克想起 自己刚来中国的时候 还不会说中文 但是现在他有那么多好朋友 他已经等不及 把自己在中国有趣的经历 告诉他的家人了